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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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可以说是非常的蹊跷 这是在启述入册当中明确记载的 你们大臣当中名奏也好 密奏也好 说廉秦王他比我贤明 做事情呢更有手段 有利于国家 那朕就把这个位置让出来 那我们知道 这雍正演的什么一出呢 所以这大臣面面相取啊 不知道雍正究竟要做什么 这是雍正欲擒共诸 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 尤其是雍正讲这段话 这是什么时期讲的呢 雍正继位接近一年半的时候 特别是杨文耀在西北 取得了最大的一场战争的胜利 把罗布战单军给打败了 所以雍正皇帝一定要炒热 把这件事情又是告太庙 又是到康熙的井陵这个地方 告慰他父皇 还有呢在太和殿进行受服 把这个俘虏来献给皇帝 但在这样取得重大胜利 而且你的皇位可以说 应该稳定了 不像开始积位之初 荆棘重生 那为什么你这时候还要讲这番话 那我们知道 这就是雍正继位以来 遇到了非常重大的挑战 很多的大臣不站在雍正的一边 而是追随谁呢 连亲王 站在连亲王的一边 大概近半年之后 那雍正呢 又把马汉大臣还有诸王 全部召集在一起 这次呢又演出了一场 让位的闹剧 而且这次呢 而讲得更清楚 他就这样讲 他说 易楚 皇八子隐四 连亲王隐四 宗人府 连篇累赌 有多少啊 几十次之多 但是朕一次也没有处分他 没有给他降了一次薪水 凤禄没有降 你的职位也没有降 但是雍正说 我发现马汉大臣当中 好像朕过于苛刻 专门凌虐 隐四似的 所以雍正紧接着 后面就讲 朕曾降职 连亲王 连亲王心计不服 便当令其代理政事 连亲王奏云 若如此 我唯有一死而已 这个所谓的代理政事 是代理皇帝职位 雍正曾经降职 跟连亲王 跟隐四讲这段话 隐四坚决拒绝 如果你雍正要这样做的话 那我唯有一死 以明心志 那雍正 他到底遇到了什么 他三方五次的 这样老讲 他让位的这些事情 那我们知道 就是朝中当中 越来越孤立 甚至可以说 雍正成为了 孤家寡人 这些我们绝不是 威言耸听 确实是这样 雍正皇帝呢 痛哭流涕 他说现在看朝中 这满汉大臣 好像不支持真一样 都为连亲王名不平 脸色呢 有一种不平之气 那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的情形 应该说十分的紧张 更多的人 愿意追随连亲王 因为雍正皇帝 对连亲王每是苛责 让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最后呢都拿出来 你有非常重要的错误 然后宗人府那边就 要把你的爵位也割掉 秦王也割掉 总理大臣也割掉 那雍正的每次 议完之后 都不割 天天敲打你 让他不得安稳 所以这样的时候 好多的大臣呢 可以说看不过去了 他们愿意呢 站在连亲王这一边 所以雍正感到自己呢 非常的孤立 到雍正三年的时候 他又把满汉大臣 召集在一起 那因为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他在这里呢 他承认连亲王 康熙的黄八子 他的才华绝对是 大臣当中没有办法跟他比 而且呢最重要的 连结清廉 所以用雍正的原话来说 才具操守 大臣无处其有者 所有的大臣都跟他没法比 所以他说 连亲王以你的才华 还有以你做事情这种方式 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井井有条 做得完美无缺 但是雍正说 他不这样做啊 专门跟我雍正唱对台戏 而且好多事情 他故作宽容 结果让我雍正一查出来 我要严格的处分 一处分的时候 追随他这些人 都把怨恨寄到谁的身上了呢 寄到我雍正的头上了 你这样收买人心 邀解天下的人心 把罪名归给朕的身上 朕绝对不打人 这是公开的大庭广众之下 所有的马汉大臣都在场的时候 他讲的这些事情 那私下当中 在跟亲密大臣这些密哲当中呢 他也讲过 这个人叫楚宗 楚宗刚刚接替年庚瑶 监视黄九子的时候 给雍正皇帝写了一个密哲 这个密哲里头讲 哦 不得了啊 尽管他是个辈子 但是在西北非常得民望 闪干这一带的老百姓 天天竖大拇指 说他了不得 而且年庚瑶呢 据说他俩也有勾结 雍正皇帝给他的诸批 说他们如果真能对天下有利 收复得好 那朕也把这个皇位让出来 那我们也很奇怪啊 那雍正反反复复地讲 最重要的就是说 好像廉秦王大致至今未已 什么时期呢 我雍正皇帝已经做了几年的皇帝了 金兰殿已经做热了 天下已经稳定了 为什么你廉秦王 这个大致至今未已啊 什么大致啊 当皇帝 你怎么还不私心呢 如果单纯这一点 我们说也不怕 你一个人能够兴起来江河大浪啊 不是这个样子 雍正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确实有很大的一股力量 推崇廉秦王 要把他扶到皇位当中去 雍正当皇帝当了几年了 当了两年多了 结果天下大臣呢 没有视雍正为皇帝 而视雍正呢 为原来的雍亲王 这让雍正呢 不可理解 所以他专门下了道御址 这已经做了天下的主人了 皇帝的位置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你们还要把我雍正皇帝 当成原来的雍亲王啊 应该以大统式镇 所谓大统应该把我当成皇帝啊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事件 就可以看得出雍正皇帝 他的个人的权威 皇帝的权威 没有树立起来 而横温在雍正面前的 可以说跟他有个明显的对比 谁呢 连亲王 因为连亲王做事呢 小心 谨慎 清廉 有才华 而雍正呢 这些大开杀戒 大开杀伐的这些事情 可以说形成一种力量 愿意呢 追随连亲王 那这样的时候 雍正皇帝呢 就开始 先清理外部 所以雍正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收拾年刚瑶的同时 主要是把连亲王 他的外围 他的坚定的支持者 全部给你收拾掉 雍正几次三番 借故惩治雲寺 不但没有得到预定的效果 反而引起众大臣的抵制 更加不能容忍的是 朝臣对自己身份的无视 更多人愿意站到雲寺那边去 导致自己越来越被孤立 眼看情势对自己愈发不利 反对自己的势力 此消彼长 那么雍正为了稳固自己的皇位 他会怎么肃清支持隐寺的势力呢 那我们以前也讲过 连亲王他的敌附近 是谁呢 是安亲王月乐的外孙女 那安亲王月乐 这在康熙一朝 是了不得的人物 所以在雍正看来呢 一直用什么词汇 称这个连亲王呢 说他是安亲王的旗婿 所谓这一个旗的女婿 安亲王的女婿 这一只旗呢 一直支持连亲王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给雍正的上折子 请求 因为安亲王月乐这一只呢 后来这个爵位 停在这个地方 没有继续刺绝西风 就向雍正奏请 雍正非常的气愤 不但坚决不给 而且把他左领全部撤出 但是安亲王 我们知道月乐啊 他有个长使 长使就是在亲王府当中 管理主要事务的 最大的一个官位了 这个长使呢 最初的时候到哪里去呢 到了黄十四子 黄十四子 我们讲过了 就是允提到西北去 西征的时候 那他派到这个地方去 追随他 那雍正一继位的时候 你不能这样子了 那给他派到什么地方 到蒙古地方 清理驿站 这样的时候 这个长使 他叫宗扎步 非常不满意 所以就很怨恨 这样的时候呢 雍正就鼓动 宗扎步的下面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石成 来揭发宗扎步 因为我们知道 长使他的号召力量 非常的强 所以尽管安亲王月乐 已经去世多年了 但是他这股力量 在长使的周围 还可以凝聚起来 所以雍正一定要收拾他 那这样的时候 雍正要审呢 其中有一段话 他说你们至今还不死心 你们是廉亲王 为你们的主子 没有把我雍正皇帝 看作你们的主子 岂有此理 这天下还得了 看来安亲王月乐这一支 至今没有死心 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我要把安亲王这一支 子子孙孙全部斩尽杀绝 让你们彻底断了念想 这几乎是原文 那这样的时候 后来让年庚瑶一醉 把宗扎步这个人 处了一个斩力绝 那在康熙下令满汉大臣 推举皇太子这个过程当中 有几个人物 我们以前讲过 鼎立的推谁呢 推皇八子 允四 那雍正继位之后 这些人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 而且主要的这些人 都是康熙 比如说亲哥哥 福全这一支 还有他的亲弟弟 那我们知道 就是公亲王常宁 这一支 也都坚决支持谁呢 皇八子 允四 那玉亲王 福全啊 我们知道跟康熙的关系 这个亲兄弟啊 这个手足之情最重 康熙一生对他这个哥哥呢 可以说非常的尊重 重要的事情像几次打戈尔丹 都是他的哥哥去 所以他在他的哥哥面前承诺 兄长的这些子孙 朕一定看不好 一定不能亏待他 那福全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宝寿 一个叫宝泰 宝寿这个人呢 在康熙时期就已经去世了 就有一个宝泰了 那玉亲王用来谁来承袭呢 由宝泰来承袭 宝泰呢 他是有二十五个儿子 所以雍正一继位 给这些人安排职务 意图来收买 但是宝泰坚决不答应 你雍正给我派什么差事 给我什么样的职位 我都不干 而且大庭广众之下 还要把玉子摔到一边 那雍正要找麻烦 他说父皇 他讲的是康熙了 父皇守丧期间 那是禁止于乐的 听说你在这个王府里头 每天唱戏 按说这个宝泰坚说 没有这个事情也就完了 结果他不这样 是这样 我就是唱戏 实际就是跟雍正对着干 那雍正不由分说 那你唱戏吧 他这所有的职务 他的职务非常多了 他兼差也多 全部割掉 还有你这儿子不这么多吗 二十五个儿子 好多都在宫廷当中 还有在朝廷 但是重要的职务 全部给你割除 让你回家去唱戏 那还有包括 康熙皇帝的弟弟 宫亲王常宁 他还这一支 也是支持廉亲王 那雍正也不得手段 坚决要打压 其中有一位 我们讲苏努 这是努尔哈池 长子楚英的后代 他的曾孙 在康熙年间呢 可以说 追随康熙 出征戈尔丹 是个非常 能战的一个大将 很有威望 康熙也是非常 后代他 到了雍正一继位 一两天就把他的职位 升得很高 而且呢 把他的儿子 做了领事位的内大臣 实际就是要笼络 这一支 但是雍正紧接着开始呢 就开始找他们的麻烦 特别是 他的儿子 当时做 熟理领事位内大臣 说他有什么问题呢 说他结交黄九子 允堂的岳父 齐十 罪行很大 所以一下子 把他发费到哪里去了呢 被子允堂 他不是发费到了西宁吗 你到那个地方去 就是西大通这个地方 你到那个地方去 在他的门前效力吧 后来齐十一死 那他以为 要为齐十报仇 所以宪令苏努 当时苏努已经七十多岁了 儿子也众多 在京城当中 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 那个领事位内大臣 叫勒诗亨 他已经在西北 在这个黄九子允堂这个门下 那剩下这些人呢 县令你在十天之内 带着你的儿子家眷 发配到哪个地方呢 山西的右卫 就是今天山西右卫 这个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 雍正让逮捕 把他儿子逮捕 雍正皇帝在一夜之间 把他全部家产 全部查封 所有的儿子都五花大榜 然后把他家产 最富有的一个大家族 把他全部超光了 雍正即位后 由于宗室王公 外戚权贵 大多参与到 之前的储位之争中 这些曾支持 八皇子允四的 皇室内部的势力 一步步被雍正 以各种理由铲除掉 但是让雍正 没有想到的是 这种残酷打击一己的手段 引起了其他宗室王公 朝中大臣强烈不满 他们是如何抵制雍正帝的呢 而雍正又以什么样的手段 来惩治他们呢 但是发配苏弩 还把苏弩的这一家族 严厉的惩罚 我们刚刚讲过 他是清太祖 努尔哈池 长子楚英的后代 这个了不得 长子楚英开始是 作为皇位继承人 来培养的 后来因为出了问题 我们知道 所以这个家族一惩罚 引起了连锁的反应 那这样的时候 反对雍正的 可以说越来越多 那这样雍正就 感到很孤立 他派什么差的时候呢 而这些宗实 王公大臣坚决拒绝 都认为 什么呢 雍正这是属于不安好心 你这个今天 给了我这么高的奖赏 这么高的职位 就是杀我的一个借口 所以好多人拒绝 那在这里头 其中有一个人 我们知道就是 阿尔松阿 阿尔松阿呢 是阿灵阿 他的儿子 阿灵阿何许人呢 就是康熙指定大臣 推举太子 他坚决主张 推举皇八子 就是这个阿灵阿 也是做过上书 做过领事为内大臣的 他的儿子呢 阿尔松阿呢 也做过上书 做过领事为内大臣 那雍正一级位 开始也是笼络 给你们高官厚络 坚决支持为雍正 但日言不买账 特别是阿尔松阿 查言误的时候呢 这个雍正觉得 这个阿尔松阿 是个干练之才 他可以担任更重要的角色 回来的时候 立刻认定 做刑部上书 但这阿尔松阿坚决拒绝 因为这个时候的刑部上书 我们知道非常不好当 为什么呢 因为雍正处理这些 不支持他的这些人 都不走法律程序 可以说 这个刑部上书 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职务呢 杀人的一个职务 所以换得很勤 那这时候要换 换给谁了呢 阿尔松阿 所以阿尔松阿坚决拒绝 你皇帝要认命 让我做刑部上书 那我唯有你死 所以雍正皇帝感到 哎哟 你说这个话跟过去连亲王说这个话是一样的 连亲王怎么讲 今天封为为亲王 那可能明天就是要杀我 所以雍正皇帝召集满汉大臣 讲了这样一段话 若亲王尚书之职 结视为朕杀人之聚 则朕实不能行赏罚于天下人 这就是什么意思 最重要的亲王尚书这样的职位 这些所有的宗师贵族 还有这些外戚大臣 都认为是属于杀人的借口 今天给你这个职位 就是明天找你麻烦 所以大家都拒绝出任 那雍正皇帝就讲 阿尔松阿朕已经下了御址 已经让你担任了刑部尚书 你坚决不担任 朕也没有办法 朕只有收回成病啊 所以雍正皇帝说 朕出尔反尔啊 刚刚任命没有几天 就把你的刑部尚书给撤掉了 朕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指天下了 那我们说这确实是雍正呢 受到了很多大臣的抵制 不能说他孤家寡人 但是至少朝中形成了很大的一股力量 反对雍正这样的诸出一己 那还有葵旭 那葵旭呢 也是在康熙 推举这皇太子的时候 坚决站在皇八子这一边的 但是这个人非常有才华 所以我们在清朝 康熙起居住当中可以看到 康熙非常惋惜 后来葵旭去世的时候 因为他做汉林院的掌院学士 康熙有一次跟马齐就讲 现在朕一直没有任命掌院学士 就是觉得难以找到像葵旭这样的人 而且死的时候给他试什么号呢 叫文端 文是讲人很有文采 端呢是讲品行端正啊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怎么能得到这么一个试啊 结果雍正上来了之后 开始追这个家族的问题 那这些人呢 都跟廉亲王允四呢关于好 那雍正呢有一次召集马汉大臣 数了这个家族 他们的问题 包括阿灵阿 祖孙三代 专门讲人的隐私 或者说这些见不得人的这些事情讲 然后呢他说你们不是支持廉亲王吗 结果他让你 廉亲王你把他 墓碑重新给我铺毁 磕上什么呢 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磕上这些字 来羞辱他们 而且雍正公开的讲 朕学了数十年的仇 什么数十年的仇啊 那大家清楚了 最重要的就是在 康熙让大臣推举黄太子的时候 他们推举了八个允四 所以他在心中一种记恨这个事情 要报复 对于极位之初的雍正来说 他需要的是时间 把一切可能会发生的动乱 尽可能消灭在萌芽之中 如今时机渐渐成熟 陨四等人的存在 让雍正如梗在喉 而陨四一党的敌对情绪 也让雍正不能继续容忍下去了 恰巧此时 雍正误色了一个人 来帮助他扫清陨四周围的势力 这个人是谁呢 他在支持陨四的势力中 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就是雍正最后要治连亲王 陨四还有像黄九子陨唐 这些人与死地 他一定要找到最重要的一个证据 就是这些人真正想要取代我 对着皇位呢 还是际遇 还是不死心 所以雍正就找啊 那他物色了一个人 要从这个人的身上呢 敲开他的金口 这个人呢 不是别人 两江总督扎碧纳 说起扎碧纳也是个奇人 那我们知道康熙临死之前 派雍正来查仓 其中就有扎碧纳 扎碧纳当时是兵部的侍郎 谁推荐的呢 后来清楚了 龙和多推荐的 所以这次呢 把这个通州这个仓 查完之后呢 他就外放做了两江总督了 那雍正知道 这个人结亲 跟谁结亲呢 苏努 也就是他的儿子 娶了苏努的女儿 那这样的时候 那雍正皇帝就知道 他肯定知道 苏努这一家族 很多的内幕 特别是想要推廉亲王上位当皇帝 要取而代之 所以他就想要从扎碧纳这个地方扣开他的口 至少十几次 给这个扎碧纳 透露口信 你一定要揭发苏努 揭发龙科多 这些人背后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你知道 而且一次口吻比一次严厉 那最后的时候扎碧纳 他就这样讲 他说 我把这婚都退了吧 但是现在儿女已成行啊 怎么退啊 看来我要是不说出他们的事情 我没有活路啊 但是你皇帝知道的事情 我可能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啊 实际上是跟雍正打太极 那雍正绝不轻饶 而且就说 你的性命要不保 不能拿一些很小的事情来搪塞朕 一定要讲他们背后究竟有什么 模拟的事情 扎碧纳后来说 我不知道啊 真的不清楚啊 我一直外放在两江做总督 怎么能清楚啊 那雍正在找办法 两江总督扎碧纳在提奏 不缺的时候 有一个人 这个名字呢 其中有允祥二字 那我们知道允祥 是雍正的铁杆支持者 康熙的黄十三子 一亲王 他说你是大不敬 这样的时候 雍正以这样的借口呢 把他招进京城 立刻回京 到了京城 可以说这扎碧纳 当天就到哪里去 到圆门圆 雍正召见 扎碧纳也清楚 没有好事情 自己难逃一死 但是他可能真的不清楚 所以跟皇帝呢 奏对的时候 雍正 勃然大怒 而且《诗书》当中 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扎碧纳 奏对物质 上酒链绑出宫 命果郡王 云里 讯问 结音 苏弩 实际这个记载呢 讲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跟苏弩 结音 不是这个意思 雍正就是让 扎碧纳 交代 苏弩 还有俄伦代 等等这些人 是怎么 团在一起 想要用 连亲王上尉 把我雍正 逼下去 他要 扎碧纳 教他这个事情 但是扎碧纳 他不知道啊 那对不起 你的性命不保 所以上酒链绑出宫 那就是刑讯 非常严厉 结果这个 涌现录当中记载 过了两天 把他释放了 为什么释放呢 涌现录当中 也有记载 他和盘拖出 拖出什么 苏弩 还有跟七十 就是允堂的岳父 奎旭 阿灵阿 俄伦代 俄伦代呢 那我们知道是 龙科多的堂兄 阿尔松阿结党 协力将阿齐纳 置身大位 阿齐纳呢 就是隐四了 因为这时候 他已经 被开出宗谱了 协力 把他置于大位 什么置于大位 把他扶上皇帝宝座 把你雍正 逼下去 那我们说 如果这件事情 又真有的话 这是惊天大逆案 因为皇位 已经有所属了 所以在扎比纳 供出这些事情之前 那雍正做了 一番动作 那我们前面讲过 阿尔松阿 到哪里去了 到圣经 还有呢 俄伦代 都发配到圣经 到他们祖先 这个地方守墓 扎比纳没有到经之前 雍正就命令 圣经将军 就地把这两个人 处斩 然后呢 那雍正这次呢 要宣布他们的罪行 召集他们的族人 家属 宣布他们的罪状 我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呢 就是他们想要 把廉亲王 推上位 哦 雍正要逼下台 所以我不得不杀 他讲了这份道理 那雍正拿到 扎比纳这个口供 立刻宣布 这个惊天大逆案 有了重大的进展 然后对这些人呢 要一网打尽 所以这个永县路当中说 可谓一网打尽 但是我们有非常大的怀疑 因为雍正处死 俄伦代 阿尔松阿呢 是在扎比纳进京之前 也就是说他没有口供 没有说的这些人背后 一定要把廉亲王推上位 他怎么就处死了呢 按道理来说 应该他供出这些口供之后 有了证据 尽管这个证据大可怀疑 所以我们怀疑扎比纳 你两江总督 你在朝中可以说 尽管有关系 但是你怎么知道 这背后 这些模拟的事情啊 所以这里很大的一个疑问 也可能是雍正逼的扎比纳 那扎比纳要自身保自己的位置啊 特别保自己的活命啊 所以过了两天把他释放了 那个大臣说 这么大魔忌的事情 你怎么不交代 你也应该处死 雍正皇帝说 他不应该处死了 他已经供出这个事情 很重要啊 而且我谈到康熙皇帝的时候 他流了泪了 说明这个人还是有人心的 不但不能处死 还要给他更好的职位 那这样的时候 雍正把廉亲王的外围 全部扫得一干二净 他接下去要做什么呢 直接对准廉亲王 对准九二哥 贝子允堂 对准十二哥 允额 还有他的亲弟弟 十四子 允提 但是这些人背后 还是有更多的追随者 用雍正的话来说 成百上千 他们甘心吗 甘于就范吗 请看下集 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